Hello everyone, this is Concep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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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I'm your host Zoe Chen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可以邀請到非常厲害的概念設計師,我的好朋友Bill Hi Bill Hi,大家好,我是Bill Hi Bill,我第一次看到Bill的作品是我之前在台灣一間很棒的動畫公司叫夢想動畫 那個時候我非常對夢想的一些專案,像是ROG的電競品牌的一些廣告感到很有興趣 然後我就看到Bill的作品,我就覺得,哇,Bill這些科幻的概念設計實在是太厲害了 Bill,你最早是怎麼樣開始做,會想要開始做概念設計,就是畫畫、美術設計這份工作嗎? 還是這個紫雅,你是怎麼開始的? 當初其實我一開始沒有想要走概念設計這條 當初因為我以前高中是復興嘛,然後其實我一直會畫畫 然後就是,我後來去讀 你是復興?你是復興的? 對,我是復興的 你是知名的復興三公的一份子 復興三公 沒錯 你有在講話嗎? 有,沒有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打斷你 然後接下來是 那時候復興三公嗎? 然後後來有念平面設計這樣 然後就是念一念,後來覺得好像還是比較喜歡畫畫這樣 然後就開始看是 因為,可是那時候網路這種教學的東西其實也不是太發達 跟現在比的話 那時候就想說,那乾脆去國外再去從頭學習繪畫這樣 可是就是比較偏創意的部分 那時候就是選了插畫系這樣 也是跟,因為以前復興都是那種傳統嘛 什麼樹苗啊有畫的 那插畫也是比較接近一點 只是多一些 需要創比較idea的東西 那我覺得蠻有意思的一個點是 我自己的話以前 因為我覺得我們經歷的蠻像 因為我高中也是讀高職 然後讀廣告設計 就是平面設計方面的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其實我完全沒有想到就是做插畫或者概念設計這一塊 就是我那時候就覺得我是對繪畫的技巧很感興趣 我也是 對啊,那你那時候就有稍微了解到說這種 一些有點像是有這個印象就是關於這種概念設計concept 就是他不僅僅只是說注重畫面 而是注重想法的設計 然後再用畫面來表達這種這種類型的一種工作 其實我是到蠻後期才發現有概念設計這種東西 算已經我快要就是已經我讀了一半 剩最後兩年我才我才驚覺 原來有就是好像蠻有趣的東西 然後然後 就又可以結合就是我還蠻喜歡玩玩遊戲的 哈哈 對,沒錯沒錯 對啊,我也其實覺得蠻奇妙的 就是這個東西我如果沒有特別去了解過的話 真的是完全沒有印象就是完全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存在 我以前也是覺得說 到底我應該說就是連想都不會想就不會覺得說這是有人在做的東西這樣 對 而且那時候好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我想你繼續講吧 那時候好像概念設計 就是這一行好像也沒有那麼多人知道的感覺 就是可能也是網路的關係就是 就好像想要做這行的好像還沒有很多 那是後來好像就是有越來越多那種workshop 然後網路上開始有人開始分享教學啊 就是比較近幾年就發覺這個康瑟阿這個推廣速度蠻快的 哦 對,我也是發覺好像 不過其實我自己是覺得我的感覺也不是太準確 因為就是 作為一個artist 就有點活在自己的洞穴裡面的感覺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的世界就是有一種純粹就是artist的世界這樣子 對 對 對 那你之後 我記得我有看到你的作品 就是 你的 然後你後來就 在很多studio有工作過 這是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從大學畢業之後到找工作的一些心理入程嗎 那時候在美國就是讀完那個academy of art就是他 AAU 對,AAU 對 然後 AAU是去念 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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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呦,會藝術哦 對啊 就是他們基本上就是你從那邊畢業都會有大概有一年的就是 算是學生的工作簽證這樣 哦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找 開始找工作 可是呢 那個學生工作簽證他又有限制就是 他只有一年的時間 然後你又要在你的簽證開始的前三個月就要找到工作 哇,那很緊湊耶 對啊,所以算是難度還蠻高的 時間上 或是你要跟很多人去競爭這樣 嗯 對啊,我也是聽說這個 當公司 從公司的方面來看的話 他們會很擔心說招募人的一個成本 如果他同時還有簽證上需要公司幫忙辦理的話 那這個成本就會更高這樣子 就像是 嗯 有點像是他們 這個時候如果是剛剛畢業的學生 其實就會 嗯 就有點像是從這個9981難就是非常多的關卡阻擋在你前面這樣子 而且 加上就是你剛畢業啊 又沒什麼經驗 那如果公司想要害了你的那個機率其實 其實又更渺茫啦 對啊,因為他用同樣錢 那為什麼不找一個當本地人 然後又有經驗了這樣 對啊 對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是什麼披荊斬棘呢 哦 其實也算是運氣吧 因為 我那時候 在學校之後認識一些就是 嗯 比較認真的一些就是 朋友啦 然後 後來他們也是畢業啊 然後 就是 其實當中一直有保持聯繫 然後就是剛好有跟一個 在就是 EA Bioware 就是一個朋友 對 Hannah 然後就是有跟他聊到說 欸我最近好像在 找工作這樣 然後你們那邊有沒有 有沒有缺之類的 然後他們剛好 對 他們剛好就是有一個contractor 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那我就說好 那我就 試試看嘛 看 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經驗 跟 呃案例 因為 呃對公司而言 最重要的 當然是 呃 artist的專業技能 但是 同時也要 呃 希望是這個artist 是一個team worker 他是一個 呃大家都可以很好一起合作的人 所以 呃 如果有人refer你 有人推薦你的話 就說明 You are nice guy You are very 非常 在你身邊工作 跟你相處 所以對公司而言 就是兩個最重要的那個check box 他們都可以 他們 他們 最認為最重要的品質 你都 可以兼具的話 那 就是非常容易 就你 比很多人 就更容易得到這個工作的機會 對 一般公司 就 就真的像你講的 就是他們其實 呃 會比較 呃 想找 就比如說裡面有人認識的 或是 有以前有合作過之類的 對啊 因為他們也是蠻怕的 就是這種可能有怪人啊 或是之類的 對啊 害了你了 然後又把你 fire 掉 那這樣 就是浪費他們的時間成本 對啊 而且 你可能就會去 Glass Store 上面留下 一心副品這樣子 對 這個我去面試 為什麼不讓我上之類的 Let me in Let me in Let me in 哈哈 哇 也是 對啊 還是有其他狀況 就比如說 可能 他們覺得這個人很棒 那 可能就是 可能就需要透過多次一點的interview 再去 多了解這個人 然後還有做一些R test 對啊 所以現在蠻多公司都有R test 其實 算是正常的 就是 也是 確定這個人的能力啊 是不是真的有 就是像你可能作品級 所以我展示了這樣 對 對 其實 對啊 不過R test 然後後面又有 就是那麼多的面試 然後又有那個 試用期是一定也會有的嗎 就是哇 這一趟跑下來真的是會把人燒到 大概只剩下骨頭了這樣 我最長 我最長的面試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我跑過的好像大概三個月吧 哦 哇 這比暑假還要長的 對 比暑假還要長 就是 其實它蠻艱的 我們那段時間 嗯 不會 那 有人 來找你哦 哦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 對 哦 哦 嗯 嗯 那那你提到 這是這個工作 算是一開始的合約型 這是contract嗎 對 所以呃 contract的話就是 比較不穩定嗎 還是 嗯 它就是一年的 一年的約而已 哦 好像在呃 很多的 美國 好像特別是美國的一些遊戲公司 或者是呃 科技公司 都會比較 是有很多這種不同類型的 合作的方式 就是 這種contract也好 或者是 各種奇妙的 可能它開了一個子公司 然後你是受雇於那個子公司 之類的 哦 這個其實還蠻 還蠻常見的在國外 對啊 好像 嗯 好像是如果是對本地人 就是如果是美國本地人的時候 有的時候很多人可能還反而 就會選 特別選擇contract 但是 嗯 好像對學生來講 因為當時 呃可能 我感覺你應該也是 會比較希望是一個比較 呃 穩定的工作 對啊 那時候其實是蠻希望的 可是因為 礙於其實我也沒有就是 任何的工作 經驗 那其實我 那時候也沒有想過 啊 如果就是有個機會 那我就去 我還以為你要說 礙於我也沒有覺得 這公司有多厲害 這樣子 沒有 人說我掃地打掃 我也很開心 成為一個掃地生 當畢業的學生來講 你把那個 白二位裡面的翔龍18掌 全部都學起來 呃 contract也有 也有 就是有些人會選contract 也有好處就是 contract的就是薪資會稍微高一點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其他的benefit 就是像什麼 對啊 那種保險啊 然後還有其他福利 對啊 所以相對 有些人可能會選contract 就是可能就是 他薪資會比一般 他們回來的高一點這樣 哦 對哦 我也是有聽說就是 你沒有 那些退休的什麼 基金也好 還是什麼的都沒有的話 那這個錢就會 一部分就會回到你手上這樣 沒錯 這就是一個左手倒右手的概念 左手倒右手 那你在白二位之後 你還有去經歷過哪些職業上的發展呢 我那時候大概待了八個月多 那後來因為簽證關係 然後我就不能再繼續待了 然後我就開始再繼續找 找一些國外study 你有聽一些這個 這種北漂的學子 那種什麼 一些老歌之類的一邊 飄向北方 飄向北方 還有什麼 飄向西方 台北不是我的家之類的 對哦 哦 不好意思 打斷了你 你剛才提到你去了 你去哪裡哦 對啊 那時候後來就是到處投嘛 就是 歐洲啊 然後 加拿大其實我有投 然後 日本啊 亞洲其實我有 各出投 就是比較一些大的公司這樣 嗯 然後後來就是有 有收到就是英國 就是我後來去那家 Creative Assembly的就是 嗯 創意的集合 就那個做那個Total World Total World Total World的那間 對 他們就有有興趣就是 然後就是做個interview這樣 你說他是在UK嗎 是在英國 他是在英國 英國的一個小小鎮 對啊 還蠻妙的 因為那時候當初interview的時候他有 就是 機票然後浪費去面試這樣 我覺得還蠻 還蠻有成績的 對啊 就是因為他們要請Bill大 沒有 第一次其實還蠻就是震驚的 哇 所以這家公司怎麼 居然有錢可以就是面試還讓開過去 哈哈 他們那時候已經被Sega收購了嗎 其實蠻久的 對啊 已經 那這樣就OK了 沒關係 我們花錢都是Sega的錢這樣 你盡量 你想來回嗎 反正都是Sega的 你晚上就飛回去 然後隔天再飛回來這樣 後來我想其實一方面也是因為 他們公司是在小鎮 那 那個小鎮 他們的人才的獲取就會相對的 比較有一些局限性這樣子 對啊 因為可能不是 有些人可能 就是你工作嘛 然後有生活 可是有些人可能不習慣在那種鄉村的地方 所以他們可能也希望你去那邊看一下環境 每天都一直聽Country Road 其實還蠻 對有那個畫面 蠻狹義的 還是愜意 我的國學常識 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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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那邊很多很多就是比較念張的 幾乎都是老人 對啊 那個小鎮 哦 他們 對 不好意思 我剛剛原本想說他們都有戴那個中華民國那種國旗帽子這樣 哈哈 那我怎麼出現這個畫面 他們合照這樣 哎呦謝謝你們 其實Creative Assembly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公司 因為他們主要做的遊戲Total War也是一個跨時代的一個戰略遊戲 就是有那麼龐大的戰場讓玩家可以有一種橫掃千軍的感覺 如果像喜歡玩那種戰略遊戲的應該都會知道這款 可是就比較局限於就是你可能要接觸戰略遊戲 就是如果你沒接觸過的話可能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Total War這個IP 台灣是叫全面戰爭嗎 好像全面戰爭還是全軍破敵 對 哦 嗯 所以你在你在那裡有參與 對啊 我好像忘記提到你在BioWolf有參與過研發哪些項目 就是 就是 在BioWolf的時候我只有參與 一個項目就是那個Star War The Old Republic 就是他們那個新戰的網遊遊戲 哇這個很酷耶 我記得這個遊戲就是以前 就是在在台灣 可能我還在學校的時候 也有看到過這個遊戲就覺得哇 這種全3D的MMORPG 就感覺就蠻好玩的 可是 嗯 台灣好像就因為我不知道亞洲 相對對心戰可能沒有那麼迷吧 所以就一直沒有代理商代理這一款 很經典的線上遊戲這樣 玩的人好像真的就是其實 微乎其微啊 而且因為他是比較走劇情像的 然後又都是英文可能 對啊 沒有翻譯的話 還加上就是新戰這個元素在亞洲 沒有那麼跟歐美比起來沒有那麼紅 所以 玩的人好像也比較少 太可惜了 這個 其實他們可以那個啊 他們可以跟 他們可以把人物做的美型一點 做的像那個太空戰士 像Final Fantasy一樣 我相信亞洲的玩家就會很喜歡的這樣 每個人都是那個 帥哥 都很帥 對然後髮型就是那個 那種洗剪吹的髮型 不過其實好像也是礙於他們的引擎 所以 他們想要做比較 可能更寫實的 表現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局限的 所以他們那個引擎就是 他們的遊戲風格就是 BioWare 的這間公司也是很有意思 因為 他們其實還蠻像一個科技公司的屬性 他們有自己研發 這種軟體方面的引擎這些東西 然後 然後同時有在研發一些內容 這樣 哦對啊 酷 那你在Creative Assembly 就是做Total War嗎 那時候是去做那個Hello Wars 2 就是 對最後一個 又是一個大IP啊 這個是 保健配英雄 這個是Final Final一來就讓你來做這個大IP 這樣 是那個小雜兵 然後 然後 負責在前線檔建的那種 哈哈哈哈 那時候就是 這個團隊就 那時候的團隊有跟 就是 343 就是那邊有做合作 因為主要 主要的 比較高層的領導 還是從就是 343那邊 在看整個遊戲你知道嗎 那就是我們這邊就是會 所以 呃 當時 Sedew的團隊就是會跟那邊 就是做密切的配合這樣 都會有 就是看MinerStone之類的 哦 然後會有給一些反饋這樣 所以不是太完全的自主IP這樣 對 是算是Code Development嗎 對 Code Development 這個也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3A專案變得越來越大的情況下 已經不僅僅只是一間Studio能夠Handle了 所以它就 對啊 而且343這家CreativeAssembly 就是強強聯合耶 這個是 兩間都是很 算是蠻厲害的工作室 都算是蠻大的 都算是蠻大的 那 這個 這個遊戲其實 不過 我本來就 剛好我感覺也是因為亞洲 就是HELLO就是 最後一戰 好像玩的人相對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也是沒有什麼聽說過這個遊戲的 就這個IP好像也是在 也是比較警協於在歐美 對啊 最後一戰 對 這個 它好像以前很多都是獨佔的 對啊 都是在XBOX上面 那XBOX剛好又是 比較偏向歐美的體系這樣 嗯 都是巨石強盛在玩的 對 喝可樂吃漢堡這樣 這個很有 哇 所以到這個時候 其實 你已經有很多的經驗了 就是還有開發 跟 美術的這種經驗 都非常非常的豐富 嗯 其實那時候覺得 就是 要學的其實還很多 對啊 因為 嗯 遊戲有很多類型 然後你碰 碰到的開發團隊 所以 屬性其實 也會蠻不一樣的 嗯 我感到很好奇的就是 那那個時候 你感覺到 你的工作是更 專注於 呃 美術設計就是 呃 就 還是說 你有感覺到好像 呃 你要成為一個 呃 或者說你的工作內容 會更多是一個開發者 就是 你可能要思考 呃 呃 動畫也好 特效也好 或者是 呃 的一些 或者是 性能這些東西都 都有可能會 希望你在概念這個階段 就有一些評估 呃 你說原本是 在太空中 拿劍 護砍 變成在太空中 拿槍護砍 對 在太空槍拿槍護射這樣 就是 呃 應該說你碰到的東西 其實都差不多 只是 因為 其實戰略的表現 不太一樣 就是你可能是一個 top down的方式 那 可能畫的方式不一樣 可是 呃 一定會先跟 呃 designer 或是 art director 或是 art leader 就是做 meeting 之類的 這個步驟 只有來場 真人快打 對啊 這些流程來講 應該都是 蠻相似的 哦 只是換了一個題材這樣 呃 太酷了 這是 這我就覺得 呃 我一直也是 也希望可以 參與到 呃 這種類型的一些 商業專案 專案的開發 呃 因為我感覺做一個概念 美術來講的話 呃 有的時候其實是 因為這是一個商業的產品 所以有點像是 呃 有這樣的產品 有這樣的規格的產品 他才會需要設計師 呃 概念設計師這種角色來 幫助這個產品 做一些設計 所以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 有的時候一個專案如果 它是譬如說一個很休閒的 一個專注在遊戲本身的小型遊戲的話 它可能就不太需要你來設計 呃太空中的海軍陸戰隊 這種 一些東西 然後 就是世界觀也不需要有人來做一些 呃 美術設計方面的設計 所以 呃 我感覺到就是 反而是越大的專案 它才 會有這個 role 會有concept artist role 但 相反的小一點的專案的話 它的美術就會更加是一個 呃 一個遊戲的整體的一部分 而不是 呃太太會需要乾淨設計師 來做一個 呃 對於整體世界觀 或者是把它做一個IP的規劃 這種工作 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呃 對啊 就讓我想到我最近就是有年度的annual review 欸 你的年度 評估 就是 這個 接受資本主義的評價 哈哈 資本主義評價 你這個人 對 戰鬥力這樣 對 看一下 你是不是薪水太高了 這樣子 對 你是不是做得太少薪水太高 需要被檢討了 然後 呃 對啊 然後我就跟美術總監說 啊 你問我有沒有什麼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就是畫爽圖啊 就是 畫爽圖 然後什麼 想覺得什麼酷畫什麼 然後美術總監 他就說 他就說 那你有沒有先看我寫給你那些評價 讓我來看 上面就寫說 我們作為美術一定要避免畫爽圖 要想遊戲需要什麼 對 就是還蠻現實的 因為就是遊戲開發 他其實他就是一個商業的東西 那 當然 當然我們也是有一些私心 那也是 我就是想要畫的很酷的東西 然後帥帥的這樣 嗯 也許將來可以釋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 欸 酷一波這樣 對啊 對啊 嗯 但我覺得 Bill還有非常酷的一個經驗就是 Bill現在是在台灣工作 對啊 現在就是 在台灣 的 泥巴娛樂 這樣 對 這個是 台灣唯一 3A遊戲開發公司 應該不敢說唯一 不敢說唯一 應該說 我可以 我可以說應該算是 蠻top的 對 如果說第二的話 沒有人敢說第一這樣子 哈哈 好 酷 嗯 對 我覺得尼巴也是真的是 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台灣遊戲公司 而且 他以前 不過尼巴好像算是蠻新創立的嘛 所以我原本想說好像以前沒有什麼聽說過 不過好像也是因為以前他也沒有創立這樣子 所以 嗯 我感覺到 尼巴也算是 嗯 有試著做一些 算是這個PR的一些 公關的一些宣傳 但 你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進入尼巴工作呢 呃 剛時回來其實 我後來有先去夢想嘛 然後我後來覺得 是 對 我還是喜歡 對 遊戲 我也是覺得 嗯 我覺得我們都還蠻相似的 就是我們都很 我們都很 我們還蠻宅的 就是喜歡這些 遊戲 流行文化的東西這樣 對 然後 嗯 夢想的話做廣告 為主的話 就是或者是 嗯 很多時候 就是有點像是 雖然說也會涉及到很多很酷炫的 嗯 嗯 科幻題材的東西 但是廣告的話 有點像是把 呃一些科幻的元素做為一種符號 來行銷產品 所以有點像只是 呃 scratch the surface 這種感覺就是 這個輕輕的抓一下這個痒痒啊 然後就覺得做得不夠過癮這樣子 就是好像 哎 你畫一點就是有一點就是 呃 有點點到為止 就 嗯 就OK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那時候我離開也是覺得 我應該要發揮我的優勢 就是做一個這個 宅宅的優勢這樣子 就是我要宅的徹底一點 這樣 玩了這麼多遊戲對不對 那我一定要 好好地把它運用 運用在其他地方這樣 嗯 所以你那時候就去了泥巴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是有先到處看啊 然後 哦 就發現泥巴這家公司就是 哎 就是 因為他們 呃 泥巴的前身就是很多都是從 呃 樂森 就是 哦 對 算是台灣很大的美術眼花公司 應該是當時最大的吧 一個 嗯 也是遊戲開發商的 然後我就發現 哎 蠻多人就是 從那邊就是過去的 那 啊 我就想說哦 那這間公司應該都是做 一些蠻高質量 酷東西 酷東西 做一些酷東西 對啊 酷東西 嗯 我 不過我相信 對你爸而言 也是會非常需要像 Bill這樣子的人才 有很多開發經驗 這樣 努力的集中 對啊 對我 嗯 其實我 呃 去年的時候也有面試過 呃 泥巴 所以呃 不過我那時候投的是分鏡的這個 role 分鏡師的這個 role 這樣 哦 因為我以前在呃 做視覺特效跟動畫的時候 也是想說要發揮我的這個 宅力嘛 那我我其中另外一個宅力就是覺得 我對我就是希望想要做一些電影的一些內容 然後我就發覺呃 呃 亞洲這邊的話 有很多 視覺特效非常heavy的電影也好 嗯 他很多時候沒辦法兼顧於他的劇情的東西 呃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了台灣那時候有一個電影叫大佛普拉斯 我就覺得哇 太酷了 這個 這電影實在是太讚了 就是 如果沒看過的人一定要看一下這個 這個 treat yourself 嗯 然後我就想說欸這樣的電影好像不太會需要特效 頂多可能需要一些 嗯 然後我想說欸 可是 任何的電影必定會需要的一個東西就是分鏡 就是 先幫助導演把劇本給視覺化出來 呃 這樣的話就可以節省很多拍攝時候的一些思考 或者是啟發導演的一些想法 呃 就像 非常有名的電影 韓國電影 呃 寄生上流 呃 導演就是 呃 也是先把分鏡完全化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哇 如果我可以 呃 當一個分鏡師的話 也是一個蠻酷的事情 因為而且分鏡就像在畫漫畫 有一點像 我以前也是很想要當一個畫漫畫的人 像畫漫畫 對啊 然後 所以我去年的時候就投了一下 呃 尼巴的分鏡師 呃 我覺得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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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成功的經驗是 更值得大家分享 而且是你看 才發生在去年 是這樣熱騰騰 新鮮剛出爐的 這個失敗經驗啊 所以呃 我也很想 有機會的話可以 做一起這個 我的失敗特輯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這個 這個失敗經驗 就是 呃 讓大家一起來 這個體 呃從我的失敗當中 體會到一些這個這個借鑑 可以借鑑的經驗 這樣 呃 然後anyway 這個我在 不過我感 當時我感覺到的就是 呃 對於我來講的話 我 我沒有像Bill 這個如此豐富的開發經驗的時候 不會 沒有 我發現到有一件事情 就是 在在求職的時候 其實有點像是一個 和公司 進行一種 呃 博弈的過程 嗯 在在當時來講 我感覺到的一個情況就是 呃 娛樂作為台灣 數一數二這個 這個鳳毛麟角的 開發公司的時候 嗯 他非常的佔據一個 呃 很很獨特的位置 因為 對於我這樣子 對於呃 呃 商業專案感興趣的開發者而言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 Studio可以選擇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公司就會比較 呃 會變成公司在選人這樣 那特別是我又沒有什麼真正的 呃 商業開發的經驗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Man 就是 這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到足且長的感覺 呃 我決定 呃 就是要 呃 離開台灣 然後去其他地方 尋找一些開發的工作機會的原因 呃 如果我覺得你投康賽 RT的時候 應該一定一定肯定上的 哈哈 我其實 對我當時也是在考慮這件事情 就是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 我還是沒有真的 呃 說來也是蠻 有點北極就是 我沒有 我並沒有真的去找一些 你知道真 譬如說 呃 Headhunter 或者是可以真正呃 可以給我一些 career development的一些 consulting的一些人 呃的一些這種 呃 專業人士來 給我一些意見 我只是自己 我只是自己腦補啊 所以這個 呃 以上的 內容都是這個 就是我自己腦補出來的 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請大家這個 卓約 自己卓約這樣一下 所以呃 對啊 我就是 我只是覺得說 我當時也是 哦 我當時就是問 也是有稍微問一下大家 關於呃 外包的選擇 工作的外包工作的選擇 還是要去studio做呃 開發工作的選擇 事實 呃 不過我當時確實是覺得說 好像 外包的話呢 呃 好像大家有reach out 技能有reach out 一個level之後 達到一個程度之後 似乎是 很多的人都可以有機會做到外包的工作 但是 在studio內部的開發工作就是 呃 相對 比較特殊的一個經驗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似乎這是一個很 嗯 怎麼說呢 就是很unique 非常獨特的一個品質啊 所以我不知道Bill 你會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你說的就是 就是完全正確啊 對啊 因為 對啊 因為就像你講就是 像outsourcing啊 不管是outsourcing還是就是外包嘛 然後 其實你只要有 就是具備你美術一定能力 那其實 想要接案其實都 不是太大問題 可是像 如果你想要在公司做一些比較開發的 開發內容的東西 那 其實有時候不攸關到你就是 呃 你的 你的能力如何 就是你 你跟其他人就是相處的方式 其實 也是另一個concern的技能 對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是 他只想要管他畫的東西 可是他不太想要跟人家social這樣 哦 可是團隊開發就沒辦法 你一定要去跟 呃 可能是美術以外的職能 就是去做溝通 對吧 那 就是取決於你 呃 你在這方面有沒有就是興趣就是 呃 去跟其他人一起完成這個設計 對 而不是你就是就是把我把東西畫好這樣 嗯 哇 這個實在是非常非常寶貴的一個建議啊 來自於這個必有君 是可以這麼說 這個 概念 台灣概念設計師的這個 這個典範必有君 就是敢想 嗯 其實業界很多人 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應該都是大多都是這樣相同的想法 對 因為 有些人可能他就是 對 就像我剛剛講他可能 我就是想要畫好一個圖 那 我可能不想 有跟其他太多專業的 因為你在公司 你有時候做一個設計 常常要討論很多次啊 修改很多次 哦 那外包的話可能就是你接一個指令 畫一個指令 只要把它畫到對的指令上 那就好 你可能不太需要去管太多的 像什麼gameplay之類的啊 然後 對啊 等等 哦 說到這個就讓我想到 我最近也有一些機會接觸到 和一些工作室是外包 但是他們是研發自己的 屬於自己的專案這樣 所以我是以外包的方式 參與公司內部的專案的話 我也感覺到這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比 純粹的在美術的 外包公司去做一些 就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來的更有意思 因為它會告訴你很多研發的需求 然後 會 其實就是像是在參與研發這樣子 然後而且 比較像在做一款遊戲 對 做一款遊戲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的話 你對這個項目會有 越來越 聊深刻的理解 對於美術風格 所以會越做越上手這樣子 而且就可以黑白炒圖這樣過了之後 他說接下來交彩色圖了 然後我就塗層裡面這個彩色飽和度這個塗層把它關掉 然後就是一個禮拜的工作量就完了 這招很好用 這招 對 因為有時候你就是想說 啊 我就是 懶得再重 就是黑白 然後又要再重新 畫一樣的構圖 那我就乾脆 我乾脆不如 就是一開始我是畫彩色 欸 可是 就是 就是 啊 去色 對 這裡是 以前外國用 這不能被老闆聽到 這不能被老闆 對沒錯 這是商業機密 商業機密 這樣 對 那Bill 你在工作這段時間 你有去哪些地方 譬如說網路課程 或者是一些concept art workshop 去再進修一下你的技能嗎 因為我看到你這個近期也做了很多很酷的blender 的一些概念設計的一些 像是 無人機啊 或者是一些場景的設計 其實那時候 我剛離開BioWare的時候 我 我先去Brainstone 喔 酷 酷 原來你也是Brainstone校友 對 可是那時候我只有去了一起啊 就是大概三個月這樣 我就想說 因為我 最後 待在那邊的時間也不長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乾脆去上 去上個課 然後上完就離開這樣 帶走一片雲彩 沒有 就是 當做一個最後回憶這樣 喔 所以 你有感覺到 在那裡學到很多 你說 就是 就是技能 對啊 你上了哪些課程呢 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我只是想要畫一個environment的東西 那時候就是拿那個 gen spec的一個environment design這樣 哇 也是 James Peck也是這個 Brainstone的原廠老IG之一啊 對 他真的很厲害 場景的課程 不過我覺得三個月雖然說 說長不長 但是其實 也是蠻長的 就是你可以好好的 跟隨他的process 學習從草圖 然後構圖 然後黑白灰階設計都可以學到 喔 不過當時的感覺 因為其實只有三個月就是 感覺起來就是好像在做 做一下自己的作品這樣子 喔 也不是他整個就是 嗯 就是還有包含其他的設計這樣 就是 單 就是有點像在畫一個keyframe 沒有太多 其他比較細節的設計這樣 那在之後你還有再上過一些 嗯 還是說你就是自己找一些教學來看這樣子 網路上的教學也有 然後 其實那時候有試著去報個報網路課啊 可是後來就是工作太累嘛 然後回家 回家就是後來也沒有再 對 沒有再繼續畫這樣 可以的 可以的 我以前 我以前也報過一些網路課 然後 那老師要我做作業 我都不做這樣子 然後 後來最後有一堂課要交作業 就 我就隨便交了一張 然後老師改圖的時候 就說 欸你這個你以前是不是都沒有在做作業 所以交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過來 就是被 被這個 嚴厲批評啊 嗯 不過我覺得有的時候 聽一些課程也是 忙 也算是一種 也算也是會有一些啟發吧 就是有可能是過了很久之後 才會想到這些內容這樣 因為有時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別人怎麼去 去做設計啊 或是什麼思考 嗯 對啊 嗯 那 在 在最後 Bill會有什麼特別的心得想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關於職業或者是學系的各個方面 心得想法 嗯 我覺得就是 就是跟Bill一樣就可以了 沒有 嗯 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你的一些 規劃啊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要promote的嗎 之類的都可以 你剛才是那個咖的那個打板這樣打一下這樣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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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原來有準備道具這樣 其實我好像沒有什麼太 對往後 都是秘密 公布這樣 也不是啊 就是可能 可能現階段可能就是 如果可以盡量學習一些新東西的話 就比如說新軟體啊 或是 一些新的技術啊 我覺得也都是不錯 因為 因為工作上有時候 你會設計到類型很多嘛 有時候就不一定只是 不是只是像物件啊什麼 有時候你會設計到像平面的東西 喔 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可以再去多看一些 多吸收一些可能平面設計的 只是也是蠻不錯的 對我覺得這真的很酷 因為我最近也看到 Destiny的Concept Artists 對 他們有很多酷的Graphic Design 最近的那個 Expansion嘛 然後 他們的抗炸真是太屌了 超級酷 好 那 在最後 真的很感謝Bill 可以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他的工作 還有學習經歷 一些資訊 不過 對 BlingStone 大家可以感受到 BlingStone 就是在 在背後默默的影響 每位概念設計師啊 這個包含Bill在內 而且現在有Online課 所以就是 大家更容易學習 沒錯 學起來 那 那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再邀請Bill 來分享更多 他的 概念設計之旅喔 那 先這樣子喔 拜拜Bill 拜拜